各位親愛的朋友 大家好 中華人啊 今天看到這個 電視新聞 今天是2018 11月28號 電視新聞報導 就是民進黨有一個立委 叫蔡適應 他這個名字果然是很適應 很適應的環境 他有提出來說 這個蔡英文 他希望蔡英文總統 下一屆就是2020 在一年多以後 就不要再出來了 其實 蔡適應立委 他的看法非常正確 古人說旁觀者清 對不對 其實 像周某人 周賢 只要讓人周賢 我就是中間顯明 我絕對贊成他這樣講 當然 如果蔡英文硬要出來的話 因為他不相信說他只能做一任 都要想連任 但是其實旁觀者清 根本不會中 如果蔡英文出來的話 說實在 高興到誰 國民黨嘛 我是中間顯明啊 我現在評估啊 國民黨一定爽死的 為什麼 因為你出來一定死的 要打這個比較好打的 當然太好了 所以你看看 現在有人講 用台語講 要顧不動 沒有顧不動 他不談那個九二共識嘛 所以我們要顧肚子 肚子餓的沒有用啊 你在那邊顧活子幹嘛 先顧肚子比較要緊嘛 他九二共識不談啊 大陸客不來 經濟都衰掉 蕭條嘛 加上年改 年改亂改 就是改下面的 上面的都沒有改 然後大家就是寧靜革命嘛 反正我不去消費 我沒錢了嘛 被你改革我沒錢了 我省聲減用嘛 台灣人 記世界稱 世界的著名的經濟學家 諾貝爾得主的獎 除氣力是世界第一啊 不只是亞洲第一 所以我們就是 本來就是 簡 勤簡的美德 周某人不知道有沒有勤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 我覺得我還蠻簡的 勤就是普通的 因為我就是 大家上班我也上班嘛 下班這樣 然後做到退休 大概是這樣 像有的人 天生有一些人就是 非我不可 一定是自己任重道遠 感覺是這樣 其實會害死他自己的政黨 害死民進黨嘛 我這個感覺就是這樣 可能他如果真的出來的話 周某人個人在這裡立刻 他的那個得票率啊 可能比那個陳其邁還低 陳其邁被那個韓國瑜打得 暴頭鼠轉啊 他出來的話他不知道 他出來的話很露氣 但是他不相信的話就出來吧 反正也沒有我們的事 我們只是在那邊看熱鬧而已 對不對 有人持官歸故禮 有人落葉婦考場 就是這麼一回事 落葉婦考場的很多 那些人就是什麼 貪戀前衛嘛 換不下 平常講的很好聽 我這個是為國為民 怎麼樣 為了國家 我犧牲奉獻 我看不是吧 是為了要當大官嘛 對不對 當總統 大概就是這樣 反正沒有我們的事 只要聊聊而已 使我讓人周全在此 以各位共同思所思 敬祝各位親愛的朋友 親愛的道友們 精神愉快 萬事如意 拜拜 拜拜 好 好